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映日红取消了今晚的直播爆料 真的强量 我骗你干嘛 你说我替你客户解决了 这么大的一个麻烦 你是不是也应该做点什么回报我 今天这儿的酒水随便点 记得我尝尝 瞧不起谁呢 我差你这点酒钱啊 那你想干什么 陪我玩一把吧 就像上次那样 三年前 对啊 你不是总嫌我记性太好吗 怎么能忘呢 上一次你赢了我酒局 然后一周后咱们俩就分手了 反正我这个人就是不认输的 就是不认输的 输了的呢 又总是辩子要远回来 怎么样 我不玩 来吧 这样好不好 谁要是输了 就回答对方一个问题 只能是真心话 行 来吧 来吧 我们俩分手之后 你交个几个女朋友 一个都没有 骗谁呢 我没那么闲 那顾虑试试怎么回事 你只能问一个问题 好继续 陈仙爆炸那块电池 到底是不是正品 我不知道 你这个回答不合格 我真的不知道 换个问题 你们到底能赔陈仙多少钱 我不想听到十二万 也不想听到十七万这个数字 对 对 看在你这么敬业的份上 十八万 那不可能 我们俩是在玩牌 不是在谈谈 给 你的 问问 我们俩分开之后 我们俩分开之后 你有没有想过我 姑娘 怎么了 我想还是得跟你强调一下 那个 陈贤的底线不能变啊 放心吧 我知道了 冯胜 还没回答我问题呢 你们正在聊是吧 不好意思 那我先挂了啊 快点 快点 没事 那我晚点回给你 再见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不是住酒店吗 妈让我回来的 说要跟我说彤彤的事 彤彤又怎么了 没事 这 这不折腾人吗你说 你明天一大早还得赶回去 就得多赌啊 不是 不是 你们一个简单的调检 干吗要到郊外的酒店去啊 可后要求吧 你回来了 时候不早了 早点睡吧 其实我一直觉得 顾律师呢 对我有一种天然的敌意 就像是一种债有余 我觉得她在嫉妒 我们俩的过去 你爱她吗 不是 你的问题怎么在 这种事情上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的 这就是女人和男人的区别啊 但你这个问题 真的很奇怪 我拒绝过她 哪儿奇怪了 因为她是有福之福 跟你有关系吗 瞧你这副欲言又止的样 不像你啊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她不适合你 因为真正适合你的人 她不会让你像小猫抓心一样 没招没落 她会心疼你 就像我这样 你心疼我吗 你心疼我不像现在这样寸步不让吗 你不也没有让着我吗 那咱们各让一步 可以 先回答我的问题 你刚才问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问题 你要我怎么回答你啊 来 出来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一两个字就能说清楚的 可是你却绕了这么大的弯子 你爱她 但是你们俩之间呢 也有障碍 而且这个障碍还很难跨过去 我说得没错吧 自作聪明是大忌 你先 是 十八万不可能 我给你个面子 拿点诚意 一百七十万 怎么样 不不不 这样吧 这一局咱们俩玩点大的怎么样 如果你输了 你就说服你的当事人 接受我的条件 如果我输了 我就说服我的当事人 接受你的条件 怎么样 十八万对一百七十万 你输得起吗 不 十八万对一百五十万 也许输的是你 所以你们的底线 是一百五十万啊 在你亮牌之前 我希望你能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 真心话 龙胜 如果我告诉你 其实我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有忘记你 我希望我们俩 可以重新回到过去 你愿意吗 别开玩笑 好 咱们还是各自都往前看吧 你先不用着急回答我的问题 我觉得不如这样吧 或许 或许我们俩可以去一个 不必了 你不再考虑考虑吗 难道不想赢啊 我不想用这样的方式赢 我和他们这么一잖 少了啊 本来你可以赢的 好 这么晚了 你还要出去啊 我还是想今天晚上就回酒店吧 要不然明天早上走的话 太堵车了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连孩子的面都没见着呢 有什么工作不能明天才说 非要这么晚出去啊 我同事还有客户都在那边呢 明天一早我们还得接着开会 妈 那个姑娘她明天早上有个谈判 那今天晚上就赶回去 这都是正常工作您就别管了啊 我是不放心 她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 去那么远的地方 她的安全问题你不考虑啊 要不这样 我送她 你送她 对 我送她 这 她现在的情况还不能开车吧 她 她不能开车 你看看 她 她开 我坐旁边 对 你把她送过去了 那你怎么回来啊 要不然这样 你索性也住那儿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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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折腾了 我明天早上再走 好啊 这样也好 早点睡妈 这样最好 最好啊 我休息 你进去吧 进去吧 进去吧 我去吧 你点照演 我来自 Cox 好 喂 你到了吗 我到了 我在二楼的咖啡区 好 我马上来 我给你加了牛奶 尝尝味道怎么样 谢谢 嗯 加了牛奶很香 有空做营养早餐 看来兴致不错 街路在人静 而无车马悬 我老了之后 就得住到这种地方了 打退堂鼓了 不是 是大功告成在即 你跟许倩定谈成了 我还以为你们昨天晚上就谈了 少芳芳 而她逗你呢 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她们的底线 多少 她们想说十八万 但是实际上她们的底线是 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 很不错了 接近咱们的诉求了 陈贤应该可以接受 我也能接受 许倩你 那么难缠的一个人 怎么会就像你交了老底呢 难道你们昨天晚上 对 我跟你说别往坏了想啊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没那么一回事 你老同学 我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 不会干那种事的 只是我陪她玩牌 她不小心说漏了嘴而已 听上句好像谍战句 女人不是男人的对手 没那么玄乎 现在那一百五十万 还是渴望而不可及呢 那今天要怎么谈 今天不好谈 她可能会针对你 针对我 嗯 让你吃醋 让我吃醋 吃你们的醋 目的呢 激怒你 让你乱了阵脚 然后说出我们的底线 昨天晚上 你让她失望了 还让她觉得是因为我 你跟许贤妮你们两个 谈过恋爱 两年 但是三年前就分手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她对你还是于情未了的 那你没有想过要 复合吗 从来没有 所以呢 我该怎么表现啊 我是说如果她想让我吃醋的话 你觉得呢 那我就吃醋好了 我们坚决不会让步 想都别想 除了陈女婿的医药费 多一分我们都不会付的 昨天晚上你还说能赔十八万呢 怎么现在只剩下医药费了 你怎么一天十八遍呢 什么十八万十八万 你做梦的吧你 我告诉你对待你这种人 你就得像严东一样残酷无情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呢 我都残酷无情了 我跟你讲什么理啊我 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们只能法庭上见了 法庭上见就法人见 我告诉你风声 面对现实吧 即使上了法庭你也会输给我的 你们俩吵够了没有 我们是来谈和解的 不是来吵架的好吗 顾律师你看看清楚 谁跟她吵了 是她一直揪着我跟我吵 我 我 对了顾律师 你知道风声面对失败的时候 是什么德行吗 就是她现在这样 你仔细看看 你看看她这副嘴脸 她就喜欢缠着别人和别人吵架 所以你这次的输定了 不对吧 明明是你在缠着她吵呢 她怎么会输呢 她如果真要输 她根本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觉得是你了解她 还是我了解她 你说呢 我告诉你 就这个男人 可是曾经和我在一起 生活过两年的 你说呢 我想起来了 据我所知你们俩好像 还远远没有走到那一步呢 是不是 你们俩连人爱 都还没开始谈呢 怎么办呀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啊 我就我这双眼睛最毒了 尤其看男女之情 风声 许千妮 你闭嘴 来 我再好好回想一下啊 昨天晚上我们俩还聊了什么呢 我们俩聊了生活感情事业 包括和解协议 风声 只要咱们俩在一起工作 那总是富有成效的对不对 过去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但是昨天晚上 就差那么一点 一点点 我们俩就成功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俩谈懵了吗 因为这个男人 企图用他的自负来征服我 但是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他的自负 行 你们俩谈吧 你们俩好好谈 我失陪了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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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你满意了是吗 满意什么呀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满意 你认输 做梦 哎 嘴背消愁愁更愁 怎么着 跟顾律师还没和好了 闹翻了 醋劲够大了 我好像也没说什么吧 反正我就再也不想先来这个 这个破条件案里吧 我心太累了 真的快崩溃了 赶紧锁锁锁 本来咱们俩就能解决的问题 你非要带上他 累活该啊 你提个方案吧 快点 怎么 全都听我的 别太过分了 十八万 开什么玩笑呢 我已经跟顾律师说了 底线一百五十万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 那个树文你怎么能告诉他呢 而且牌桌上说的话不能算数的 姐姐 是你自己说 你昨天晚上跟我谈的特别有成效 那他就来问我大只多少钱 我就跟他说了一百五十万 我自己可一个字没提啊我跟你说 怪我喽 我会管啊 反正我不会同意 你当我没辙 你没办法 令人说就这个树 不可能再变 我说的话 他也不会听 你不会说你听错了吗 我没听错 我跟你说啊 我不管 反正这话我没说过 你说过 我说过什么呀 我说过 我那说着玩的 他不会信 他愿信不信 反正我不同意他能怎么着 也是 也不能怎么着 你说你们女人 是不是吃起醋来都不是人啊 不是 我是说都不是正常人 是吧 都像你这件事儿的 还说什么 什么要找一个消费平台的网红主播 怎么 怎么知道 你没听清楚 主播 嗯 他要干什么呀他 想起来就是说 除了陈贤之外 你不知道吗 有十八个消费者 要投诉这个 米娅电池质量有问题 然后他搜集了一些证据 准备接受一个消费平台的 网红主播的采访 我发现你们可真逗啊 倒打一耙是吧 我把映日红的直播爆料都取消了 你们现在给我来这一出 女人的战争 不懂 干什么呀这是啊 不认识啊 这会儿你问问题的角度 可以更刁钻一点 好 不认识 好 然后上面列出的问题 我会做最详尽的回答 行 这不是 乐康 一千多万粉丝那个 那个网红 网红主播 好 准备开始吧 别拍了 别拍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不许拍了 你们不能拍啊 顾律师 谈谈吧 你知道如果你的这个专访播出去 会给厂商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吗 你考虑过法律后果吗 我等着你起诉我 我为消费者打一场更大的维权官司 你是不是疯了 我很理智 封尚 能不能管管你的人 封律凭什么管我 我在为我的律所和我的客户 护尽责 我也希望为更多的消费者尽责 好吧 其实我 我跟丰盛 我们俩真的没什么 那是昨天晚上吗 还是之前 我不感兴趣 我劝你啊 我劝你赶紧把这个专访取消 那你们对陈贤的诚意呢 一百万 一百五十万 陈贤现在急需要医药费 做直皮手术 他目前失业在家 也需要生活费 我们已经做了让步了 一百五十万是你们的底线 你搞笑的吧 什么我们的底线 根本就没有的事 丰盛的是以鹅传鹅 好吧 乐康还在等着我 等一下 下次办案 如果再碰到你们 宜盛盒的律师 我还真不希望是你 如果你想将此写进补充条款 我没理解 你赢了 谢谢 上头了 来 喂 姑娘 你妈让我问一下 你什么时候回来 她好准备开始做饭 我还在外面呢 还得有一会儿 你忙什么呢 工作还没结束 调查你的案子呢 我在走访证人名单里的协警 周永杰 周什么 周永杰 在她的证词里面 证实你很多次 自己私下离去会见杜匡 每次会见的时间 她那儿都有记录 我 我对这个人有印象 沐妍跟我说过 这个人所说的时间点 全部都能对得上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我还是想亲自核实一下 其他几个协警 我都核实过了 就传她一个人了 那行吧 那你 别太辛苦了 早点回来 等你吃饭啊 好嘞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没事 谢谢啊 我说你以后借我车多远点 开得起吗你 周永杰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你也开那么快 你想撞死人啊你 神经病 这个人叫周永杰是吗 是啊周永杰 我邻居 是住在十五号楼一单元501的 那个周永杰吗 就是他 不过他现在不住这儿了 听说他现在赚钱了 住别墅去了 你也认识他呀 我不认识他 那你知道他搬哪个别墅去了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你说搬走路就死远点 还总是开个豪车回来瞎得瑟 神经病 他原来不是干写警的吗 怎么突然变这么有钱了 又开豪车又买别墅的 听说是炒股赚的吧 谁知道呢 你说也奇怪了 那会儿我跟我老公 我爸妈炒股全赔了 就他周永杰赚了 邪门吧 邪门 不知道他走什么狗事运 谢谢啊 没事 没事没事 没事 妈 佳晨呢 好 在书房呢吧 回来了 饭马上好 啊 学校我已经去过了啊 系统在修好着呢 您担心的那个排队的问题 是因为他们同学的数量是单数 系统又刚来 下周一轮换就没事了 对了 董老师说 这事他跟您说过 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 董老师还说 系统刚转过来 各科成绩都不太稳定 但唯独英语这一门 在班里还是名列前茅的 这都是您的功劳 你可别忘了 你妈我曾是林苏文化馆 宣传科科长呢 这科长跟英语有什么关系 来 怎么样 有什么进展 今天还真的有新情况 这段时间 我重新梳理 调查了所有相关的证人 目前看来 大部分的证人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今天在走访这个周永洁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人居然 突然之间据说是炒股报复 换了豪车买了豪宅 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协计 怎么可能突然之间 可以赚这么多钱呢 你想说什么 周永洁跟你一样 是有机会接触到杜康本人的 他完全有能力 替杜康向外传递消息 帮助销毁证据 还可以向办案机关作为 这样的陷害 你说 有人在背后收买他 如果他真的是被人收买了 价格还真不低呢 这可不是一般的人 可以做到的 这信息很重要 应该尽快把相关警告 去法院汇报 先不管 收买他的人是谁 先把郑永洁报复的证据 提交上去 然后向法院申请 对这个人进行调查合适 我也是这么想的 是 该村内合体榜种植有杨梅树 该村村委会呢 系杨梅树所有人 吴某某系该村的村民 其私自上述采摘杨梅 不慎跌落受伤 经抢救无效死亡 吴某某的子女 黎某某等人 起诉该村委会 承担赔偿责任 有些变了啊 有些变了啊 你是 放了 咱们认识吗 明天在法院门口 你给女孩打赏 让我来了 坏 咱俩中学的时候 还合作过呢 完了 兄弟是你啊 误会误会 什么打赏女孩 没那回事 我跟唐晓英是老仙儿 唐晓英 方絮 我持反方意见 出去 王老师不会生气的 没事啊 一会儿还能回去了 说爱我干吗 我还要回去上课呢 我真有个事没问你 我没空打理你啊 等等等等 你向我说清楚 唐晓英是谁吧 就是那天跟你一起那女孩 我们不但是老乡 中学的时候 还一起参加过辩论大赛 做过队友呢 你真错人了吧 她不叫唐晓英 不会 她就是唐晓英 她真的不是唐晓英 人我肯定不会认错的 可能很多年没见了 她认不出来我 对对对 你老家哪儿去啊 秦川 邱里县 邱里县 是啊 你叫什么呀 蔡润南 不是 你跟唐晓英到底熟不熟啊 跟我谁熟不熟 那你问我这么多干嘛 不好意思啊 月琴姐唐晓英 唐晓英 唐晓英 她为什么管她叫唐晓英 唐晓英 我的口红呢 我的口红在哪儿 有看到我的口红吗 我的口红呢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拿了我的口红 我没拿 你是不是拿了我的口红 你实话告诉我 我真的没有拿 你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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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您到了 谢谢 我那个我自动支付 好 你为什么 是什么 我小的 你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感冒了还来上班啊 不想离川 你就离我远点 看我应是谁啊 说什么那大早上 前两天我去画廊 昆天那天跟你搭讪 那哥们儿了 他说他叫蔡远南 跟我有关系吗 秋立县高中电伦队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跟你说话呢 我还在网上找到了一份 秋立县高中电伦队的 参赛名单 里面有你的名字叶琴琴 后面就是唐晓英 那紧接就是蔡远南 他那天百分之一千 是认出你了 你看 这不是你们那个 参赛名单吗 你们仨名字都在里面 你干什么呀你 大早上不够忙 案子不够多是不是 能不能别老挖别人过去 有意思吗 你跟唐晓英长得很像吗 那他为什么那天 把你称唐晓英了 我这忙着呢 能不能从这屋出去 你先别生气啊 我就是挺大闷的 你说那天你碰见他的时候 你就奇奇怪怪的 那我 我以为是一陌生人 他要欺负你呢 那过两天我碰上蔡远南了 那他跟我说的话 就更莫名其妙了 我就想把这事弄清楚 你弄不清楚 你不用关心我 我不需要人关心 你别在这对我纠缠不清 我告诉你 我不想谈恋爱 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我没关心我 你有什么这么多 你是个人家的 我实际遇我 有没有关心我 我专程会 有什么关心的 我可以尤其 不足以考验 她的表现和能力 而这个张秋水 过失智人死亡案 难度就要大多了 对律师的挑战性也不一样 我建议把这个案子 交给方旭或者顾念 单独处理 你觉得谁更合适 这事你自己决定就行了 我这不决定不了吗 所以才找你商议 这事你就不用避嫌了 这个很难决定吗 行 我大概知道你的答案了 那你的答案呢 我问你呢 你倒一个劲地问我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矫情了 你不就是想说 这还要问吗 当然是顾念了 你想说就直说嘛 难道你不是这么认为吗 你怎么说呢 顾念跟方旭是鬼有所长 但是我们的当事人张秋水 是个女性 年龄跟顾念相当 她们在沟通上 有天然的优势 方旭矛头小伙子一个 被张秋水过失至死的 恰好是张秋水的丈夫 那么她们在爱情婚姻上 有什么样子的恩怨 你觉得张秋水 是更愿意跟顾念沟通呢 还是更愿意跟方旭沟通呢 而且律师 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和配合 又是如此地重要 还需要我列举其他理由吗 谭帅地说 我的答案其实跟你一样 但是无论是顾念 还是方旭单独办理此案 其结果是必影响到 她们最终的去留问题 你知道我一直很看好方旭 她年轻有冲劲业务能力强 还是男性 当然 我不是歧视女性 我自己也是女性 但是我太清楚 一位女性要在职场立足 乃至脱颖而出有多难 顾念能坚持到那步吗 也许她只是因为 家庭发生了变故 不得已重回职场 被生活打拼 哪天要是家庭境遇改善了 说不定她又想回归家庭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方旭公平吗 人生很长 未来难料 我们只需要在当下公平 我再听听别人的意见 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这不太像是 我们令大律师的风格呀 监听则鸣 偏信则爱 那我们是二比零还是一比一啊 一比一吧 那就顾念公平吧 傻子 明明是二比 真的 我还骗你啊 他令主任当时征求我的意见 我当然毫无意去宣布你啊 他也征求了封主任的意见 那封主任最终求的谁 我就不能跟你说了 那令主任更欣赏于谁啊 反正啊张九水这个案子 不管你和顾念谁赖办 并且胜诉 最终就能留在一场行业 那不 那你还要跟封主任的争取啊 你不找打吗你 那我早就跟你说过 令主任就是你的高知 攀高知攀高知的 你得赶快去攀了你 快去攀了你 明白明白明白 你急死我了你 张秋水一案 如果要在方絮和顾念之间 选择一位律师来独立办案 你觉得谁更合适 当然了 无论他们哪一位办理此案 都需要你的配合和协助 你就当给自己挑个搭档吧 怎么 很难选吗 令主任决定谁 我就跟谁合作 我想知道你会选择谁 我更愿意跟顾念合作 是吗 我还以为你会选择方絮呢 方絮平时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工作上我更愿意跟顾念合作 明白了 来 说着吧 我还可以用手 我还能给你一个分点 我还想要注意 我准备去 我做了一个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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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一个分点 我做了一个分点 我做了一个分点 主任 主任 进来 方旭 有事了吗 主任 有话直说 我听说有一桩张秋水的案子 你想让顾吏师 或者我独立办理 我希望你能够我这个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你怎么知道的 李大薇说的吧 您千万别作怪李律师啊 他也是为了我好 他只是想让我多一些 实现的机会 我看他呀 他可真是操碎了心 说说吧 为什么我要选择你 而不是顾念 新国这段时间 在律所的实习 我在前辈身上 学到了很多经验 我准备好了 我相信我有能力打赢此案 此外 我渴望胜诉 渴望为律所带来业绩 这样我才能赢得资格 留在医生上 说得很好 但是顾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还有什么 除了性别 我跟顾律师 好像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我们够有所长 但是我还是想为自己 争取这个机会 我相信是在人为 我不喜欢被动等待 幸运的降业 因为幸运通常是等不到的 你这么做非常好 主动出击才是城市的关键 谢谢主任 你最近跟叶琴琴之间 是不是有点不愉快啊 没有啊 是吗 我们之间可能有点小误会 但这也不会影响工作的 什么误会 我也不清楚 没有 你不会是在追求叶琴琴吧 没有 当然了 我不是说你无权追求她 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私事 势必会影响工作 我不会的 不会什么 我不会影响工作 我还以为你会说 你不会追求叶琴琴呢 我以为主任最在意的 是不会影响工作 当然 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 如果我告诉你 张秋水一案 我已经决定交给顾律师 你不会太失望吧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没有 在你进来之前 我就已经决定了 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输给顾律师 这没有输赢 我只是觉得顾念 更适合这个案子 你可以跟李大卫一起 联合办理另外一桩案子 独立办案与联合办案 即便同样是胜诉 分量也是不同的 来日方长 你还会有机会呢 令主任 我和顾律师 只有一个人 能留在益胜河 这在律所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独立办理这个案子 对我们俩都很重要 我不想现在 就失去它的竞争资格 你并没有失去竞争资格 相反 我仍然非常看好你 只是张秋水这个案子 并不好打 检方是以故意杀人罪 提起公诉 我方的辩护策略 是过失致人死亡罪 但是我们并没有毕生的信心 就是因为没有毕生的把握 我才想证明自己啊 姑娘也是这么说的 所以在通通条件下 我是毕竟会输给顾律师的 那你想多了 你要是这么想 就是自寻烦恼 你要相信 宜盛河一定会公平地对待 每一位律师 明白了 谢川 你干什么 上班时间 你跟令主任说什么了 说什么了 我问你呢 我听不懂 令主任刚才问我 咱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愉快 这 这什么意思啊 你直接问令主任 不就得了吗 我怎么问他呀 那要不是你跟他说什么了 他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呀 我不知道 令主任非常反对 袁空在律所里面谈恋爱 可是咱俩没谈恋爱啊 无聊 等等等等 琴琴 咱俩之间是有愉快的 蔡润南那事 那是因为我想了解你 我问你什么吧 你有什么都不肯说 那我只好自己能求是怎么回事 但我对你并没有恶意啊 够了 想知道我跟令主任说了什么 我跟他说张秋水的案子 我更想跟顾律师合作 而他尊重了我的选择 你是想扛我走了吗 这是你自找的 多管先生 怎么回事 怎么了 你们俩 可喜可贺 顾律师 喝什么 长袖上午 不愿拿下长袖水的 既无长袖也不上午 可能比你多了点运气 还可能是坏运气 这个案子不好打 别得了便宜买乖了啊 我本以为只有封主任是你的靠山 没想到令主任和叶浅浅 都成立你的同志了 封主任没少处理吧 我真不想用小人之心这四个字 但现在除了这四个字 我实在找不到恰当的语言 少到的王家伙 谁是小人 谁又是君子 令主任说了 他依然看好我 我是不会认输的 现在就认输多没意思 我喜欢有实力的对手 我喜欢有实力的自己 有悬念才好 有吗 没有吗 没有 没有 相反过来 没有 令律师吗 律所决定由我来办理您的案子 过失之人死亡可以免于死刑 这是令律师的辩护策略 你是不是也拒此辩护啊 这是对你最有利的辩护策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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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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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世杀人 故意杀人 对我女儿来说 都是最大的耻辱 把自己的母亲亲手地杀死了她的父亲 还不让我死吧 也许是她长大以后能得到点解脱 是吧 你女儿多大了 十岁 叫花花 跟我女儿差不多大 最需要母亲的年龙 我就给她这么大的打击和伤害 真该死 不 对孩子来说 只要妈妈还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就永远有一个属于她的家 家 库律师 你相信吗 我没有 我没有伤害刘洋 连故事伤害都没有 好 疯了 老七 sozial 你遇到本手 你曾经身震 Interview 听到了你跟你老公刘洋的争吵声 然后警方在刘洋的尸体上发现了有撕扯和搏斗 造成的瘀伤 案发现场也有扭打的痕迹 你的身形 比你老公要健壮很多 你本人又是一个职业的柔道健身教练 力气伸手 都非常人可比 所以根据种种的迹象 都表明 你们是在扭打当中 你把刘洋 推向了窗外 导致他坠楼身亡 当然你不是故意的 你是不慎失手 把刘洋推向了窗外 不不不 对 你说得没错 我们是 我们那天是吵架了 也打架了 我们两个经常打 因为刘洋他是个赌徒 他输光了我们家 一百多万的积蓄 还欠了两百多万的外债 我是要跟他闹了一个话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害死他 是他自己坠楼的 他坠楼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在他身边 你在哪儿 在我们家门口啊 我在我家门口等我弟弟 所以你不在屋里 对 那天我们打完架以后 我 我特别气 我就把他一个人 锁在厨房里了 然后我给我弟弟打电话 我让他过来 我让他帮我跟刘洋离婚 给我弟弟打完电话 他很快就来了 我听见那个声音 是从厨房传来的 我就赶紧跑进屋里一看 厨房的窗户是打开的 只要不在屋里 那窗户是盖着的 窗户是盖着的 我们俩们迅速就冲到路下 我们俩们迅速就冲到路下 我看他死得那么惨 我们毕竟也是夫妻一丑 当时我就想 我也死了算了 所以警察问我的时候 我就说 刘洋是我害死的 你们枪毙我吧 你弟弟张春水的证词 跟你刚才说的基本吻合 但张春水是你的亲人 所以他的证词 不能够完全被采信 所以你不相信我 你觉得我在撒谎 你甚至觉得 我弟弟也在撒谎 做伪证是吧 你是不是觉得 过失杀人 就是对我最大的恩赐了 连我的律师都不相信我 我不相信我 我能指望谁啊 我不是不相信你 法律只相信证据 什么是证据 我不知道什么是证据 我也不知道什么不是证据 我只告诉你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算不算证据 所有可以证明 案件事实的材料 都是证据 你的陈述和辩解 当然也都属于证据 但是这些证据 需要经由查证属实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说的这些话 都没有办法查证属实呗 对 是我自己想多了 反正过失杀人 故意杀人 对我来说 也有什么区别 你刚刚看到案卷里 董飞翔的证词了吗 我看到了 张秋水的邻居董大爷 七十一了 他说平时楼道的窗户 一直都是开着的 但是案发当天 不知道被什么人给关上了 那个窗户 离张秋水家的厨房很近 这是厨房的窗 这是走道的窗 嗯 出事前不久 董大爷说他隐隐约约听见 走到窗户这里 有政治吵闹的声音 警方其实很重视董大爷的证明 去查看了那扇窗户旁边楼道的监控 刘洋出事前后 并没有什么人经过 而且负责小区和楼道巡逻的保安 也说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所以会不会是董大爷年事已高 他的记忆力和听力都不那么准确 所以我们去一趟很有必要 望耳不聋眼不花 满口的牙医壳没掉 一顿饭半斤肉 一盗米饭 你说我老不老 现在一站地以外 来一辆的救护车 没说您老 我们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 就这栋楼八楼一单元 走到了这个窗户 这个窗户平时都是开着的 只有刘洋出事的那一天 被人关上了 是这样吗 千真万确 我就住八楼 一天走那儿好几趟 不会看错的 那您之前还说 刘洋出事之前您就站在这儿 听见八楼这个窗户边上 有人在争吵 您是真的听见了 还是您隐隐约约 以为自己听见呢 救护车进小区了 这回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 这里的确离张秋水家厨房的位置很近 如果事实真的像董大爷说的那样 那究竟是谁 在刘洋坠楼之前 把这张窗户给关上了呢 会不会就是张秋水 张秋水说刘洋坠楼的时候 他不在这儿 他在电梯间等他弟弟 这边 应该就是这儿 应该就是这儿 也就是说 张秋水没有右转去窗户旁边 而是左转直接来到了电梯间 也许她在撒谎 但从她的态度上看 不像在撒谎 张先生 您好 我们是再来看看现场的 这就是张秋水的弟弟 您好 张先生 我是负责你姐姐案子的律师顾念 你好 顾律师 我听令律师说起过你们 我姐姐的案子就麻烦你们了 一定尽力 你就是花花吧 嗯 叫阿姨 阿姨好 你好 花花 对了 顾律师 那咱们就去家里聊吧 花花 你能先进屋吗 阿姨跟舅舅有点话要说 先回去写作业 舅舅一会儿接着 张先生 听你姐姐说 辽阳出事的时候 他是在这儿 你知道他确切的位置吗 就这个位置 我就在这儿 当时你是坐电梯上来的 对 你刚到这儿 就听到刘洋坠楼了 是 麻烦你跟我到这边来一下 这就是刘洋坠楼的那扇窗户 是 如果刘洋当时是想从外面 通过这扇窗户爬进走道的话 你觉得 谁是最有可能阻止他进入走道的人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在想刘洋 会不会得罪了什么人 得罪人 得罪人 刘洋是个毒鬼 他在外面欠了很多的赌债 每天都有人向他来要债 可是他根本还不起 你们说他这算是得罪人吗 你姐姐跟刘洋的夫妻感情并不好 他算不算就是被刘洋得罪的人 算是吧 那你姐姐有没有可能 就是关上楼道窗户 阻止刘洋进入楼道 并且坠楼身亡的人呢 应该不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李老师 就 就咱们俩 用得着这么大的会议室吗 会议室的 说明咱们的案子大呀 这就是随时提醒他们 我们才是这个律所的重中之重 来都来了 您聊聊案子 案子有什么敢聊的 一个五十岁的女人 非要嫁给一个二十六岁的小伙 这种逆配的婚姻 以我的经验来看 比较困难 结果吧 不到半年人小伙子提出离婚 眼见着商议的资产被卷走 把她急了 你可不知道 当时我咱们提醒她 你签个婚前协议吧 签个婚前协议吧 不签 不签 那 那 多伤感情啊 那 你就写那伙子 不透了情吗 您说那么多女人 为什么我们总靠这种 发疯的女人 不管疯 还膨胀了 空间膨胀 半边天不够他们市场的 这 那远的不说 你就说了她 发不律所 这 这几个 那哪个是好远的 之前张秋水那案子 虽然我输给了顾律似的 您知道我最受谁的气吗 我们不认为 没有 叶秦秦 你生她的气干什么呀 你们俩不是 不是 所以最近我也没过来问你啊 你们俩进行哪步了 原地踏步 你 你 你跟我保密是吧 张秋水的案子 叶秦秦在令主任那儿 直接投了我反对票 那我一下就输给顾律师了 怎么会呢 我 我就是冷眼旁观啊 我觉得这叶秦秦 不像完全不喜欢你这样 您 您确定我 官千见而识气 那您帮我分析一下啊 那她为什么西冠博书为顾律师呢 张秋水的案子 对我是否能留在伊省河 这非常重要啊 她又不是不知道 那你是不是没有掏心掏肺地去追人家 我怎么没掏心掏肺啊 我该表达的我全都表达了 这不行 光表达能有什么用 律师是得靠罪 但律师追顾律可不能只用罪啊 你要付出行动 知道吗 我给你指一指 那您 您说您快乐服 送礼物 从来都是 律师不爽的 证明爱的最好的方式 送礼物 你先了解清楚这个叶秦秦的 喜欢什么 然后偷其做好 您还说我放心的 还说您最了解女人啊 对 下一个议题 对 您好 多虎 问你个问题 你说 如果有个男人要给你买礼物 你想要什么呀 你想送我礼物 是啊 那谁想送我礼物 不是给你买礼物 那要送谁礼物啊 你先回答我问题 我说送我 我怎么回答 那你不也是女孩呢 女孩跟女孩可不一样 你先告诉我 你想送谁礼物 叶秦秦 秦秦 你想追叶秦秦 我快回答我问你 你要是问别人 我都能给你个种话 唯独秦秦 这女孩跟迷失的 看不透 看不透啊 因为她不想让人看透 谁要是靠近她 她就会远离谁 为什么呀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 那 那你知道她有什么爱好吗 比如说她平时喜欢吃什么呀 她去哪儿啊 她喜欢干什么 不知道 我劝你就别追秦秦了 没戏 我认识她这么长时间 都没见过她交男朋友 那她总该交男朋友吧 她需要男朋友吗 你不需要男朋友 谢谢 无罪辩护 刘洋坠楼的时候 张秋水并不在现场 证据呢 还有跟张秋水住在同一层楼的 一位大爷的证词 所以我怀疑案发现场 还有第三个人存在 我看过她的证词 不足为凭 你是不是有点过于同情当事 我并不认为我缺乏理性 而且检方现在 并没有正式地起诉张秋水 那么就代表办案机关 也认为这个案子存在疑点 不要轻易揣摩办案机关的思路 要以我们自己 对证据的判断为准 我倒是觉得 可以让姑娘 沿着她的思路往下走 说明会有不同的发现 自我设限 反而会束缚自己的手脚 过失致人死亡罪 我们都没有必顺地把握 无罪辩护 就更不乐观了 我请求再给我一点时间 看看我能不能 有什么新的发现 如果实在是此路不通 我们再回到 过失致人死亡的路上来 但我 我同意 你这么快地表态 让别人怎么决定啊 我 我总是用发表意见的权利吧 清清 你觉得呢 我也同意面积的看法 你只有一天的时间 过了明天 没有新的可以支持 张秋水无罪的证据 立刻回到我的方案上 一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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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清清 负责选留那个保安 叫包平安是吗 是的 那个我跟他们联系过了 你直接去他们物业的值班室 找他们就行了 好嘞 谢谢 您看 这就是当时监控系统 自动拍摄下来的监控视频 时间 日期都在这上面 我已经提供那情况了 是这样 您提供的监控视频呢 跟我们一位证人的证言 有明显的冲突 所以我们经过了 办案机关的同意 还是想再来 向您核实一些情况 那您想知道什么呀 你们这个 视频监控的系统 时间和日期是准确的是吧 是准确的 肯定不会有问题 即便是监控系统的 时间日期出现了问题 我呀 每天都得在小区的各个楼道 进行例行巡查 我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你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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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 时间是五月十七号下午两点半 正好是流氧坠头前 我没看见什么可疑人 那 能不能麻烦您 把这个月的监控视频 帮我复制一份吗 您 您要干什么呀 我想看看 刘洋坠楼的前后那几天 案发现场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我没看见有什么可疑的人 我还是想你自己亲自再核实一下 我们这儿啊有规定 这个监控视频啊只能提供给警方 不能提供给其他人了 理解 你们有你们的规定 我也可以申请办案机关自己来取账 王虹 王虹 来啦 什么事儿 你帮这位女士考一下五月份的监控视频 好的 麻烦您了 不客气 您好 我刚点了两杯咖啡 您尝尝 这个品牌咖啡味道还不错 您太客气了 王虹 王虹 看完了吗 还没有呢 你快点啊 因为这位女士还有别的工作呢 马上就好了 来杯咖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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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明明自己是个懒鬼 还在别人磨蹭 要不是为了养家糊口啊 早就不想在她手底下干了 她很懒是吧 懒得腿抽筋 平时没事啊 老爱躲在那个值班室偷看电视剧 念姐 我们先走吧 再见 再见 好 有个人 刘洋出示当天下午的监控视频 左边这一份是五月十六号 是事发前一天下午的视频 那这边这一份是五月十八号 是事发后第二天下午的视频 根据你之前的说法 这三份视频里面的时间跟日期 都是准确无误的 对 很好 我可以把视频快进一下吗 好 这是事发当天下午 二十五分钟以后 你看到了什么 我 没看到什么呀 没什么吗 就在那儿 也许你应该靠近一点 一片树叶 确实是一片叶子 正从空中慢慢地飘落 时间是事发的当天下午 两点五十五分二十五秒 那这一片叶子 它跟张秋水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现在把其他的两份视频 五月十八号的和五月十六号的 也都快进到同一个时间点 案发前一天的 案发后一天的 你看到什么了 你看到什么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 你比谁都明白 这三份一模一样的视频 说明了一个问题 要么 就是每天下午的 两点五十五分二十五秒 准时会有同一片树叶 从空中落下来 要么就是 这所有的视频 都是某一天监控视频的复制品 这 这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 你的意思是说 你不是有意要误导警察的 是的 只是因为 你每天都做着同样的工作 实在是很枯燥 所以有的时候 你并没有去小区或者楼道里巡视 而是躲在值班室里看电视剧 当你不去巡视的时候 你就放弃录下当天的监控视频 你会把电脑调试好 然后去复制前一天的监控视频 以防上级领导审查 是这样吗 是 因此我们可以确认 事发当天下午 你并没有去楼道里巡视 也没有录下任何的监控视频 所谓没有任何可疑的人进入楼道 也是鬼话 是 对不起 我们会尽快地把这些证据提交给办案机关 希望你能够自觉地配合他们调查 你用吧 我用完了 你用吧 我用完了 你用吧 我用完了 我以后得管你叫顾真探了 赶票 谢谢 显芳根据你提供的证据 建议进行补充真探 看来张秋水平不对释放指着可爱了 还不能这么说 得看变控双方 后面补充证据的情形如何 你都快成律所神话了 还有你破不了他 我要真成律所神话了 那你还有心吗 别高兴太早啊 我和李律师刚赢了一创付玻璃婚案 赢利是你的四倍 人命关天 不是钱可以衡量的 律所不赚钱 我们的竞争还有意义吗 那你之前干吗 还要跟我争张秋水的安子 可实信 公平竞争 对不起 先生 我这里真的没有您要的预约 我确实是在今天约了李大卫律师 你再找一找 你们稍等一下再找一下 姑娘阿姨 花花 你怎么来了 我舅舅他撒谎了 那天是他把楼道的窗户关上的 我爸爸才掉下去的 花花 花花 原来跟阿姨把话说清楚吗 那个楼道上的窗户 是舅舅关上的 是吗 舅舅不是故意要害我爸爸的 他只是想帮我妈妈 昨天晚上我听见舅舅和舅妈说 那天他上楼看见 我爸爸要爬进楼道 他不想让我爸爸出去赌钱 就把窗户关上了 他想去自首 可舅妈不同意 说舅舅要是去自首 他就跟舅舅离婚 舅舅知道你来找阿姨吗 不知道 那你愿意跟阿姨去找景长叔叔 跟景长叔叔 我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花花 你怎么办 张真水 去自首吧 张真水 看着孩子 张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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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吧 拦住他 拦住他 别跑 别跑 别上去那么多人 别 别跑 放开我了 我死 遇到问题就想死 没见过你那么懦弱的男人 给他扶下去 走 这还有个人呢 凤迅 没事 没事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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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刻意的 怎么了 你担心我了 你傻不傻呀你 多危险呀 这个案子 你在令主人面前 推荐顾虑是是明智的 他赢得我幸福的活动 我不该怪你 别生气了 早忘了 那这周末 一起去花囊啊 好啊 怎么了 没事 我就肯定是不是真的关心我 那你回去吊着去 别这样啊 去自首吧 张春水 依照法律规定 只要你去自首 是可以减轻或从心处罚的 你以为一死就可以一了百了吗 没想到这个案子 他赢得这么漂亮 简直就可以请你犯网了 你这是在挑拨吗 我当然是在发奖你 这一年 总是乐于给新人机会 那是多少人的职场贵人 少给我关门棍堂 到时候该怎么考核呢 还得怎么考核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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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想要解释 谢谢你 回吧 拜拜 拜拜 令主任 上车 上车 这是什么地方啊 你进来就知道了 好神秘的样子 这么多酒 说实话 我真没想到 张秋水这个案子 你能赢得那么漂亮 您跟我讲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坦白地说 我之前对你是有偏见的 总觉得你在家 当全职太太久了 养尊出又惯了 适应不了这么高强度 高挑战性的工作 所以事实证明 我还可以 你确实打破了 我对你的偏见 但是有一点 我还是要跟你说明白 虽然你赢了张秋水的案子 但是你赢案子的过程 还是相当冒险的 你承认吧 当然 有冒险精神是好的事 但有时候 他也是把双刃剑 具有冒险精神 可以让你充满斗智勇往直前 乘风破浪 但是要是把握不好 他也会让你判断失误 损兵折将 最后惨败而归 当然了 我并不是想要打消你的冒险精神 而是希望你能够把握好它 利用好它 永远不要让你的冒险精神 超越你的理性判断 感谢前辈指点 感谢前辈指点